大鬧馬錫會的資深媒體人 周玉寇過去經常因為未經查證 胡亂爆料被告上法院 像是指鴻海董事長郭台銘 出資三億協助連勝文選北市長 一審判周玉寇賠200萬 就是最佳鐵證 周玉寇就請我邀幾個朋友來 因為我晚宴因為座位有限 所以我只安排了郭震亮 我就沒有安排周玉寇 他就開始對郭台銘很感冒 東西不能亂吃 話更不能亂說 大甲鎮藍宮副董作鄭明昆 曾遭綁架 周玉寇竟然抹黑 時任立委和董事長的閻清彪 說他自倒自演 要騙贖金 閻清彪一氣之下怒告誹謗 周玉寇卻突然認錯道歉 他很困擾 就拜託我 我就透過我們一個親戚 是地方的資深記者 然後去跟這個閻清彪 說是不是可以不要告他 第二天我也看傻眼 我一打開電視不得了 他帶著大隊人馬去踢館 跑到閻清彪的研究室去踢館 2019年周玉寇喊名嘴溫生 宣稱連戰海外洗錢 連戰狀告法院 溫生不願道歉 但周玉寇立刻低頭 上了法庭之後 周玉寇膽小了 就沒有膽了 他就把所有的責任推給溫生 如果新聞人沒有公信力 究竟還剩下什麼價值 臉書上出現各種反對 周玉寇的專頁 網友留言酸溜溜 如果說話沒評沒據 就怕有再多的錢 也不夠上法院賠 記者台北 最後報導 記者台北 最後は